最后一种公关稿件的写作类型呢 是人物类的公关稿件 这种类型的公关稿件也经常被使用在 我们在建立我们自己的企业形象 以及这个PR关系当中的一种类型 通过对这种核心的员工进行采访 是第一种 比如说通过高层的一个口吻 去传递一个品牌的一个未来的愿景 以及侧重的业务可能发展的方向或形态 是更加具有说服性的 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传播的领域上面 也会给受众起到更加的深刻的印象 那我们举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独家的一个专访 是漩涡中的支付宝危机感是什么 又如何反思自己 那其实呢是采访了这个支付宝创始团队的 成员然后以他的口吻来讲述这些年来支付宝 遇到的一些发展当中的问题 以及他们是如何站在用户的角度上去帮助用户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人物的采访的方式的陈述 来不断的告诉他的用户 告诉大众说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发展自己 然后为我们的这个用户解决问题的 那第二个例子呢是这个关于爱奇艺的CEO龚宇的一个采访 那其实也是通过他的口吻在讲述 他在爱奇艺这个事情是怎么样规划的 未来的业务的这个侧重的层面和形态是怎么样的 那通过他的口述来表达这个整个的企业 现阶段的一些发展的情况 以及未来他们有可能走出的这个自己具有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之路 那其实这些都是经常会被这种大型的企业用作PR的一个方式 还有另一种形式呢其实是采访这种基层员工的形式来传递一个企业的价值观 因为大多数的受众会觉得说 因为在这个领导层我们可能经常听到 关于某一个企业的CEO也好或者联合创始人也好 以他们的口吻呢去输出一些符合企业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些论调的言论 那我们的用户可能会觉得说这些都是领导说的 可能就比较偏向于这种大的方向 或者是他们报喜不报忧 那我们可能会使用采访这种基层员工的方式 能够更加贴近于我们所有这个用户正在经历的生活 以及他们真正想知道这个在企业里面生存的这样的员工的一个真实的状态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这种比较每一个员工的选择可能都有他特定的背景 比如说他在这个公司里面起到的一些作用 可能在工种上有一些划分 或者是他有经历过这个公司的一些重要的节点 那他可能会讲述出我们想要他讲述的 或者想要他跟用户传达的一个品牌的概念和品牌的一个立场 那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独白我回阿里的29个月 那其实就是从一个员工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一个 他所经历的这个企业的变化以及变革 那通过他的口吻去给用户传递一个 我们的企业其实很重视哪些哪些层面的一个文化 类似这样的一些发展方向性的一个变化的问题 那右侧这个其实就是当滴滴跟Uber在中国合并的时候的 大家众说纷纭 然后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讨论和角度 那其实这篇稿子就是采访了他们两个合并之后的一些基层员工的一些体验 那通过他们的嘴来帮助这两家企业 从品牌合并层面上面的一个再一次的品牌的一个树立跟输出 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其实你看起来他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媒体属性的一个人物的采访 但其实也是通过采访这样的人物来传递品牌方 传递这个企业方想要用户所知道的他的一个企业文化 总结一下在人物类的公安稿件的写法上面的时候 其实跟我们之前讲到的写人物这一个基础性的文案元素 所使用的这种手法是类似的 只是说他会带有一些公关或者是新闻的一个属性在里面 所以我们会从以这个生活化的一个感性的描述为切入点 先去描述受访者在生活当中的一个状态 首先拉近你这个文章跟这个读者之间的距离 其次再去描述他的采访环境 采访当天能够给大家留下印象的这种有趣的瞬间 然后再去提炼采访过程当中 采访人讲述的关于企业关于品牌 他自己最想表达的三个核心点 那这三个核心点也肯定是就是采访者 就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采访者 去引导挖掘被采访者表述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观点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去 通过这样的稿件输出它的概念 描述观点了之后呢 其实作为这个撰稿的人 我们会加上自己对于这个观点的一些直接感受跟评论 那针对被采访者所说的这个三个核心的观点呢 我们的行文和撰写人呢 会去再做一个二次的发酵 那这个二次的发酵会是从直接的感受和间接的评论 两种方式来进行 也就是说其实你会帮助你的用户 或者是帮助你的读者去剖析他所说的这个观点 所带来的一些深层次的概念 或者是发展方向的影响 那最后可以在这个文章的结尾处去挑选 你跟你的被采访者之间的一个QA 那这个QA的展现形式是会更加直接的 把这个被采访者的话语 或者是他的语气 或者他对一个事情最直接的反应 以快文快达的形式做一个支撑 然后做一个展现 那其实这种方式更能凸显受访者的一个个性 那在QA的选择当中 肯定也是承接我们之前想要给出的这个观点 然后也在这个具体的话当中给予举例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的QA的展现 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丰富性的 对于这个人物的性格进行一个展现 那总体来说我们不管是前面有多少的这个核心的观点也好 对于这个人物的描述也好 或者是对于多个人物的描述也好 但是从撰写人 从我们本身创作者的角度来讲 我们给予的评论不宜太多 因为评论太多的话会造成一定的这个误导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把评论减短在300字左右的一个情况 那总体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本章的一个内容 是关于公关稿件的一个撰写的规范 我们介绍了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需求 我们去撰写这样的公关稿件 帮助我们去PR我们的品牌 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的品牌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 一共从这个行业的评论 行业的分析 以及这个资讯类型的稿件 还有人物的专访 来逐一的给大家介绍 每一个公关稿件的具体的写法 是怎么样子的 那最终也给大家一个练习的作业 是因为其实我们能够接触到公关稿件 能够比较在意在品牌的一个建立的层面呢 基本上是一个产品已经完成 西轮到地轮的一个融资的过程 那基本上企业会开始大规模的 进行这种PR的动作 那所以其实第一个作业 就是为你的产品 如果你的产品完成了西轮的一个融资 那帮助你的产品去写一个资讯类型的稿件 比较像新闻类型的稿件 可以进行发布的这样的一个稿件的撰写 是第一个作业 那第二个作业是我们可以选择 我觉得比较容易上手的是 人物类型和评论类型的公关稿件 那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 这个擅长的或者是自己想尝试的 这个公关稿件的类型 为自己的产品再去撰写一篇稿件 那这个就是这一次 我们公关稿件这一堂课的两个小的作业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地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